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減速政策是好事啊 但問題是你這麼倉促的執行 你有想過嗎 你內用然後不可以用這個塑膠的吸管 然後告訴我說用湯匙喝 我如果想要用湯匙吃粉圓的話 我會點豆花 好嗎 你跟我講一個700cc的杯子 叫我用湯匙去挖裡面的粉圓 你是沒有喝過珍珠奶茶嗎 那我覺得現在環貓署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有空氣污染 你看到有PN2.5沒辦法解決 但你解決民眾的生活便利性 那我認為這個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請先把所有的政策相容性規劃性 跟執行性都想好在對外公開 否則現在看起來就是一個笑話 而且當事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講話哪裡好笑 外國人的觀光客來的時候 先去奶茶 大家都知道先去奶茶是好喝嘛 OK 先去奶茶 然後給他湯匙 謝謝 全部 這個應該我覺得他不是認真的吧 認真嗎 認真嗎 因為下面怎麼辦 應該用不鏽鋼的 或者是就自備帶 那毛利的比較好 環保所好像一直沒有注意到 你知道他已經開始往外面延燒 變成媒體上面的話題的時候 那才有官員出面來回應 那很糟糕的是 在回應的時候 好像又有一些比較輕浮的 或者是說可能他自以為很幽默的 這樣子一種說 可以用湯匙這樣的回應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 這些原來就有困惑 或是反對的民眾 他可能會更加的不滿 那這個時候你後來 不管再說什麼 他可能聽不進去了 實際上你強推 這個所謂的鋼吸管 會產生一個問題 鋼吸管的內部 包含他所使用的鋼材 是不是可使用 那個意思是 他會不會滲出什麼微量元素 這個目前沒有標準規定 那再來就是 奔跑時所造成的傷害 跟他本身成本的大幅增加 有部分的肢體不方便的人士 他是真的需要吸管來喝水的 那你一下子限制所有的塑膠吸管 不能使用的話 你對這個disability 就是這些行動部方面的人 你有考慮過他的運作模式嗎 你遇到你要推重大政策 會改變大家生活習慣的東西 你一定要去加強溝通溝通 再溝通 而且是要以一種認真的態度 來跟大家好好的說明解釋 否則的話不管再好的政策 很有可能都會失敗 那竹吸管它的使用次數是有限的 也就是大概在300到500次之後 這個竹吸管大概就不行了 你還要花錢再買 我覺得環保署的問題是在於 你推動一個要更改2300萬人 生活模式的政策 但我看不出來你哪裡做功課 我看不出來你哪裡做好的準備 如果你政策都是這樣子 被人家罵被人家笑天經地義